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安堂高老师,感谢您再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继续,我们这一个主题就是JECO设计之美 谈的就是JECO设计的思想以及技术跟它的方法 在这整个主题当中,我们后面在各单元里头准备了很多个案例来帮你做说明 要了解这个案例,我们需要你能够在这个代码造型做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 所以呢,我在这个部分呢,也希望你能够用心的把这个代码造型做个比较 深刻的认识,所以我帮你做的在上两个回合呢,帮你做的这个图定的动作 说明了,从1970年代的函数到1980年代的类造型 以及到现在高老师提倡的EIT造型 好,那这个主要的造型就是在C语言的时候 函数是它的主要的JECO,也就是主要的造型 到这个C++的时候,class是主要的一个关键字 也就是主要的JECO,也就是主要的造型 到这个1996年加瓦出来之后 这个I,JECO,变成它的重要的关键字 所以高老师就加上两个类 一个E,一个T,就过成一个新的造型 所以在这个造型当中,JECO是主角 JECO是主角,那么我们可以用EIT 可以很清晰的,明确的呈现 JECO的设计之美 所以我们就从EIT的角度出发 来帮你解说这个很多很多复杂的案例 里头的JECO设计的技术、思想跟方法 那这是前两回合已经帮你介绍到这里 现在我们接下来这个回合里头呢 我们的重点就是让你了解 EIT造型,它就像积木 它就像集装箱 像集装箱一样 它可以把代码放进去造型里头 它像积木一样可以重复的组合 所以我们所谓软件设计 基本上就是基于简单的造型 然后呢,把这个代码写在造型里头 然后呢,就拿着这个简单的造型 来做形形色色 各式各样的组合 组合出各式各样的复杂系统 好,那这个了解了之后 那我们就知道EIT造型的用途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帮你做个更详细的说明 为什么这个EIT的造型呢 还需要两个配角 就是E跟T 就帮你做更详细的说明 让你能够有更详细的体会咯 好,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5.2 5.2跟5.3咯 OK 好,那这一个 我们就来说明EIT造型的重复的组合 那这里是帮你做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复习咯 就是1996年Java出来之后 接口呢 就变成这个Java语言的keyword关键字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来设计一个比较大的代码造型 以这个接口为中心 再拿两个类当配角 这样变成一个代码造型咯 那这个代码造型呢 就可以 直接对应到这个Java的interface的关键字 因此呢 这个造型就 我们所以才称为代码造型 因为这个I可以对应到interface这个关键字 就是Java语言的关键字 这个E跟T呢 可以对应到Java语言的类这个关键字 所以呢 这一个整个代码造型 可以直接的对应到Java的代码 所以我们才称为这个是代码造型 那这里头呢 已经说明过了 它是一个主角 两个类是配角 然后 我们在上个回合也说明了 这只是在帮你做普段而已 EIT造型呢 其实是以类造型为基础 把三个类合在一起 保留的类的各项功能 只是半年不同的角色 让我们可以三个类一起看 一起看 因此呢 让我们既有更大的一个视野 有更好的整体观 好 现在我们就来看 这一个重复组合咯 在重复组合当中 宇宙中最明显的 就是DNA的螺旋状的组合 它的每一个 每一个单元都是一样的 它就一直组合 一直组合成一个螺旋状的一种排列 OK 同样的 我们的EIT也可以做 这一个类似的组合 当然 EIT不只是性 现状的组合 也可以做其他的组合 但是概念是一样的 但是概念是一样的 以这个EIT 像积木一样 为一个单元 就三个类一起看 这个是另外一个EIT的单元 这是另外一个EIT 这是另外一个EIT 所以它可以 透过这个组合的关系 可以组合出 形形色色的 这一个复杂的系统 复杂的系统 当然EIT 不只是 不是螺旋状的组合 它可以有自己的组合关系 只是这种组合的 一种 从简单的造型 组合出复杂的系统 这个 哲学 这个思想 是一致的 一致的 那我们就来探讨 来观察 EIT的这个组合的 情形 那么EIT的内部结构 就是三个类 那 这个类呢 之间有它的组合关系 所以就 EIT的造型的组合呢 也可以 依循既有的 类的组合关系 来作为 EIT造型组合的基础 当然EIT也可以 自己定义 它的新的组合关系 但是我这里要强调的就是 当年在1980年代的时候 从函数扩大到类 造型的时候 它保留的函数之间的组合关系 就是方讯扣 那么同样的 现在的EIT的造型 高老师也保留的 类的所有的组合关系 OK 那么 额外还可以定义 它的组合关系 但是 类的组合关系 通通保留了 就当年 类的造型也是保留的 函数的组合关系 OK 所以我们了解了 这个组合的 意义就是 从简单的造型 要组合出复杂的 像DNA这么复杂的一个系统 所以 迅速 从简单的造型 组合出复杂的系统 这就是 我们的一个目标 好 软件的世界 软件的建构 跟生物的建构是一样的 都是从简单的造型 组合出复杂的系统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一个例子 这是Android的例子 有View 然后有一个MyView 好 然后呢 这个 这是游戏的一个例子 由这个主线程来调用 OnDraw 在调用的时候 主线程会去 创建一个小线程 小线程来执行Run 小线程会来Update 这边的游戏的 这一个model Update它 OK 然后呢 Update完毕之后 这个小线程会再送出一个Message 叫Post Invalidate 来触发这边的再一次的OnDraw 所以这边下来CoreOnDraw 也就画图了 画图之后 再来更改这一个背后的model 然后再来重新画图一次 就依照新的model 画出新的图 画完了图之后 再来修改这个model 之后再回来 依照新的model 再来画出新的图 OK 所以画图的时候要依赖这个model OK 所以那我们就来看看 从EIT的造型来看 这就是EIT EIT 它保留了类的观念 就是说 你把EIT去掉 基本上就回到类 回到类 回到类的一种结构 就像你把类删除了 回到的是Function 函数互相调用 函数互相调用 所以这是角度 也是视角 扣大你的视野 所以在游戏呢 这个Stray的造型 有一个小线程 就是这个EIT 有一个小线程 那么成为一个主控的一个loop 就是这个一直在循环 扣往之后 画图 依到这个model来画图 画完了图之后 修改model 再来重新画图 依照修改后的model来画图 就一直在循环 OK 这就是 这一个 由小线程呢 变成一个game loop 那么主线程呢 来做画图 以及响应 UI的实践 那这就是 成为游戏的 现成 OK 所以游戏现成调用 Post Invalidate 那么要触发UI现成 去调用 Invalidate 所以就 引发了 这个 重新的 去画这个图 就是说 我再收领一遍 这边是由主线程下来画图 画图的时候 然后要参考这个model 来画图 画完图之后 就创建一个小线程 再来更新这个model 那主线程就去 处理UI的事件 好 然后再来 这个小线程呢 更新了model完毕之后 就发出一个Post Invalidate 然后这Post Invalidate 就是 再来引发 主线程 再发出一个Invalidate 给背后的Window Manual Service 这个时候呢 它会再回来调用 OnZorow 再回来 依照新的model 再画图 画完了图之后 就 再来更新model 再来 重新画一遍 那就叫做 GameLoop OK 好 那这就是一个代码 那这代码呢 你看 我们有一个EIT 在这里 这个EIT 直接对应成代码 OK 这边有一个EIT 直接对应成代码 我现在是在 展示出来 说一个Android的 一个游戏的回圈 的loop 它有两个EIT 所组成的 接下来 两个EIT 都可以直接对应成代码 所以这里 这就是接口 那这叫implement implement这个接口 OK 那就是Java 针对接口的 关键字 这是EG 接口这个关键字 来定义出来的 也就在Java里头 有个interface的关键字 可以定义出 Roundable 这是 Android的平台 已经定义好了 那我们写 这个game loop 这个子类 这是T 这是T 那就用implement 这个关键字 就是针对 interface 关键字而来的 就建立出 这个关系 这个 这个关系叫implement 就是I 只有interface的关键字 定义出 Roundable 再有implement的关键字 来建立出这个 实现的关系 就是 这个就是高胜利 EIT 对应成这个代码 对应成这个代码 然后呢 剩下的都是Function Code 有没有 这保留了函数 有没有 保留了70年代的函数的Function Code 也保留了80年代的类的概念 OK 只是再加上了 这个interface的概念而已 就变成EIT 那这个是 call to update 就是 去update这个 model 这就是 重新再画一次 那这个就是 说明了 EIT 直接对应成 这个代码 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是 这一个 etend的就是类 所以 保留的这个类的 关系 这myview 这是t 这是eit OK 那 这个就是这口 这口 所以我们的view myview 这个关系 在这里 这是etend的关系 所以view myview 还有onjour 等等的 这个eit的造型 设计造型 或者代码造型 直接 都对应成代码 有没有 这个view 这个 这个 这个关系 然后这是t 这是jeco 全部都变成 直接对应成代码 OK 这是在说明 我们eit 可以组合成形形色色的 这个结构的 複杂 结构 的软件 OK 那因为eit的造型 本身 就是由 有两个类 加上一个jeco 因此呢 因此呢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 直接对应成代码 刚刚你已经看过了 eit 直接对应成代码 那另外一个做法 还有很多 这个形形色色的组合关系 这就有一点像 这一个 螺旋式的结构 你看这是一个eit 那这又是一个eit 就是它的t等于这边的e 那这是另外一个组合方法 那这种的 我这边只是几例 说明这个eit的一个组合的概念 组合的概念 其实它的组合的方式 还有很多种 还有很多种 OK 好 那我们就暂时先讲到这里 帮你建个基础 那么在后面 有实际的案例的时候 我们会再 给你更深刻的 认识的机会 那我们现在来说明 为什么要两个配角 就是在eit里头呢 有三个角色 ei跟t 但是从架构师的角度来看 如果纯粹从代码角度 eit是同位阶的 但是从架构师的角度呢 是i是主角 e跟t是配角 搭配了两个配角 才能够将i表示的完整 所以目的是要把i表示的很清楚 所以i是主角 e跟t是配角 OK i是主角 也就是说目的是要将i表示的很完整而清晰 因此呢 我们为了主角的清晰 我们需要两个配角 好 那我这边用一个比译 用一个比译 也就是说 为什么加了两个配角 i就能够更完整而清晰呢 我们拿英语来做比译 好 如果这个i是动词 我们用一个比译就是 i是动词 这个 就是我们在软件这边的i 相当于英语的动词 对不对 那我们的动词呢 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主词跟受词 比如说 I love you I love you 就是我喜欢你 那么 我爱你 那么这个爱 就是一个动词 那么 总是要讲 I love you 还是you love me 对不对 所以有了主词跟受词之后 这个动词就更清晰了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 play 这是一个动词咯 英语上面的动词咯 那么如果没有 特别加主词跟受词 那这个play的意义 就不够清晰啦 如果你是一个架构师 告诉开发者说 我要写一个软件 叫play 叫play 或是写一个 这一口叫play 那它就满头雾水啦 你到底play是什么东西 所以呢 这样是不清晰的 如果加上了 subject主词跟受词 叫做猫 play 袖球 诶 我们就很清晰啦 这个play 原来是指这个玩 好 有了主词跟受词呢 这个play的意义就很清晰啦 好 再来 老师 play 钢琴 没有老师跟钢琴 那你这个东西就大家都搞不清楚啦 有的加了老师 play 钢琴 那加了主词跟受词呢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 哦 原来就是弹钢琴咯 这次就是弹的意思咯 这边就是玩的意思咯 这边因为没有主词跟受词 所以play 大家搞不清楚 因此呢 为了要把主词 要把动词描述得很清晰 我们需要主词加受词 这是英语 同样的 我们在软件上面 架构式 要把i表述得很清楚 也需要有e跟t ok 好 那么这个再拿一个例子 这是厕所的例子 因为i就是入口嘛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要委托一家公司 来帮我们造一个 这一个厕所的入口 好 那厕所的入口呢 它是如果说我们要来建一个入口 就讲的是什么入口没讲 那大家这个营造商就搞不清楚啦 那么如果我们加上一个 这一个厕所的入口 如果我们只表达一半 如果我们只表达一半 叫厕所的入口 那这个也不通啦 因为 它会搞不清楚 到底呢 这是 呃 是男生还是女生的 因为男生的入口 厕所的入口跟女生的厕所入口 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一定是不一样的 女生的厕所入口呢 可能加了几道这一个 屏风 让它比较隐秘一点 那男生的话就无所谓啦 无所谓啦 所以呢 依据传统的类造型架构是会表示 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没有EIT 只有类 那么架构是可能会说明 要设计一个厕所的类 要建构一个厕所的类 然后呢 这个厕所的提供的接口 啊 就这样而已 至于男生女生呢 就没有完全的表述的很清楚 啊 因此呢 可能会引发呢 开发者设计的厕所之后 才发现这个 啊 user不要用 或者等等的 所以呢 我们就要用EIT这个造型咯 那架构式就表示出来 女生的厕所的入口 就EIT 这是另外一个是男生的厕所的入口 那就很清晰咯 所以这一个建造厕所的营造商 就一点都不模糊咯 他就可以很精准的 把他实现成一个真正的建筑物 啊 OK 所以架构是考虑到女生和厕所 然后就设计了一个接口 叫做IW 然后就交给开发者 去撰写 啊 这一个TW的代码 啊 那么就给这个 啊 啊 女生来用 啊 同样的架构是考虑到男生厕所 因为他要考虑到男生加厕所 就是E跟T 我这里说明了 架构是考虑到E跟T 而决定的I OK 然后再交给开发者 去写TW的代码 来实现 IW OK 同样的架构是呢 他为了要设计 I M 啊 所以他必须考虑到 男生跟厕所 这E跟T 考虑到E跟T 才能够决定I OK 然后再把这个 设计好的I 交给开发者 去写T M 写这一个代码目的 是要来实现这个接口 实现这个接口 所以架构是设计出来的 I M跟I W 是不一样的 因为 一个是考虑到男生 一个考虑到女生 开发者撰写 T W T M 也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要实现 不同的接口 所以架构是跟开发者 因为 因为 有了EIT的造型 所以他的沟通 变得非常清晰 而完整 因此呢 这个 EIT的造型的 一种提倡 非常有效的引导 架构师 先去定义 明确的接口 明确的接口 OK 然后呢 在 要定义明确的接口 脑筋里头要先 想到 E跟T 同样的 既然你想到了 在表达的时候 也干脆用 EIT 三个角色 成为一体 一体来表述 这个完整的I 清晰的I 因此呢 就可以创造出 架构师跟开发者 一个一致的心灵 共同的感觉 OK OK 那这就 让我们 在软件的团队上 就创造的 非常和谐的 一个沟通 的基础 好 谢谢 那我就 先讲到这里 我先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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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